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煞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这个世界时事都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是说 说好了的拘捕令 拘捕令是什么? 拘捕普京的命令 之前说到很大 你看看这个 发广,这个也是挺反华的 一个台,当然它是写华文的 但是它的华文 是不是抄台湾呢?它也是叫海珊的 也是用了台湾的翻译 它说出大事了 国际刑事法院下令 拘捕普京 扎尔斯基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很多国家领导人也说 如果到他们的国家是会拘捕他 但是 偏偏普京到俄乌战争的一个 最重要的国家就是乌克兰 就没有人拘捕他 为什么呢? 这次就被 西方媒体觉得它是宣示主权 也是俄罗斯自从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的领导人最新一次是访问前线 普京是访问了乌克兰被占据的地区军事指挥所 这个迹象也表明 其实普京 真的不多理你那些什么拘捕令 当然现在最大事在哪里呢? 就是巴赫木特 始终是巴赫木特 普京 试察了 赫耳虫和劳金斯克地区的军队 并且听取了 战地指挥官的报告 而东北部城市 巴赫木特 现在仍有相当大的互相攻势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影片 就看到 他没有说一个确切的地点 但应该就是 赫耳虫附近 原来普京 他又是 疏早早 他是星期一才临时决定 这也是自从 战争开始 普京近距离 原来 他是这次最近前线的一次 俄罗斯 现在就说 这些是自己土地 他说我视察自己土地 当然国际上是未承认他们这些东西 这也是他第二次访问 被他们占据的乌克兰地区 今年3月 他曾经在马里乌波尔 短暂逗留 马里乌波尔 是乌克兰东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 其实一早被俄军移为平地 克里姆林工的犯人佩斯科夫也说 我们总统 现在以更加频密的访问速度 去俄罗斯的新地区 因为那些是公投区 自称是 俄罗斯的土地 我们现在 在检查指挥中心 并且取得 实地的资讯 对于司令 尤其是总司令来说非常重要 其实 俄罗斯最近 在他们的四大公投区 尤其是在顿叶茨克 的城市 巴赫莫特 取得了占尽式的进展 而乌军 就打算是 发动春季的大反攻 巴赫莫特 为什么有占尽式的进展呢 这是英国说的 因为 乌军是慢慢地退 乌克兰军方领导也说他们打算 在巴赫莫特 这个很有趣 巴赫莫特的特定热点 某些地区削弱俄军 敌对行动的中心 仍然是巴赫莫特 乌克兰地面部队的指挥官 西尔斯基 就说 我们的战士 现在被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并且大大吓怕了普京 他一说这句话他就去了前线 哈哈哈 算不算是 即全不敢打你 但是 基库的西方支持者和一些 知名的乌克兰 军官就担心 由于乌克兰在俄罗斯的 攻势当中 遭受到重大的损失 发动反攻将会面临困难 普京在 访问乌克兰的时候 就向乌克兰部队 赠送了一幅 圣像 这是 一位 说得挺厉害 在沙皇时期的国防部长 之前拥有这幅圣像 其实 这个象征帝国和宗教的肖像强调 普京今次的 访问意义 去乌克兰是什么 就是证明了 人事主权 没错了 亦都表现了 你想我退 不是 你说我很害怕 对不起 你说我害怕的时候 我就是更加近前线 其实老实说 都是有危险的 因为 会不会突然之间 他吹一些东西出来 垃下你也有机会 其实 普京指的就是 18世纪 叶卡哲林拿大帝是 俄罗斯 陆军斯利 波将军 他 统治了乌克兰的 南部 亦都取得了克尼米娅 这样和普京2014年 取得了克尼米娅 以及去年9月 取得了四大公投 他包括喀尔松 有上次之处 选择过 选择过才会赠送出来 对了 没错 之后 在基库的反攻之下 俄军被逼从喀尔松的首府 退出了 我最记得当时 亚加纳集团的头 普利哥俊说 为什么你这么没用 是正规军 他和正规军都不太合适 因为 难听点说 可不说欠饭吃 可以这么说 但正规军始终是得到多些资源 这是现实 虽然 巴下木特很多人觉得战略不大 战略性意义不大 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尽力地取得了这个城市 俄罗斯全面在争取这个城市标志着 自从去年春天结束 对马里乌波尔的包围以来 其实是一次重大胜利 双方离势和受伤人数不断增加 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是 看得怕巴下木特太重了 是给了巴下木特一个过重的意义 好像阿格纳集团 他们经常说是我们 是我们的公罗 这个巴下木特 这个普利哥津 更加是我们 巴下木特取得了 普京的访问也标志着什么呢 也标志着 著名战地指挥官 特普林斯基 自从 1月初 俄罗斯指挥 结构重组 引发争议来首次露面 他又带他出来 特普林斯基其实是俄军的散兵指挥官 他很快由于重组之后的一场 他们所说的 人事斗争当中被消失 结果他没有被消失 就出来了 所以说到这么大 2月底他就重新露面 但是 只是说 我被调到了现役作战行动 英国的国防部 华里士亦说 在距离 因为他们很关心乌克兰 很多乌克兰前线的消息 英国发出 在距离巴下木特 大概70公里的劳金斯克城市 克兰明纳 特普林斯基指挥之下部队 恢复了巴下木特战役中的一项关键任务 并且与其他军队整合作 好 这就是第一则新闻 扎连斯基为什么不拉了普京 拉了普京才可以的 大哥 只有个港字 是不是 这也只有港字 好 这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来自美国 拜登政府处于下风 但是 麦卡锡 利用纽交所讲话的时候 其实 就很明显他是处于上风 两个政党的 对类 这个民主党 和拜登政府 在 一样东西上处下风 就是债务上限谈判 你知道美国经常搞这些 拜登和 国会民主党人 呼吁共和党 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 无条件 但是 和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打算把提高债务上限 和大幅削减预算是挂钩 其实你听到大幅削减预算 缓污或许是会被减的 所以拜登政府 都是处于下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始终 众议院 是 共和党人把握 掌握了 美国众议院长 麦卡锡 星期二的时候 在纽约 政券交易所发表讲话时 就说 Joe 你真的很不智 他想着 在和白宫 对于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当中 是 因为他说到也算 有道理 但是主要是他有票 哈哈哈 所以拜登政府是下风的 每一次都是 因为你要求他们给你过 所以你肯定下风 拜登和国会 民主党人 呼吁 要无条件提高 提高这个债务上限才行 即是 联邦借款的 限额 并且就说他们不愿意 对于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念谈判他就不让你过 很简单 一定要谈的 你别傻了 没错 但是麦卡锡 和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打算将提高债务上限 和大幅削减预算是要挂钩 要跟你 难听点 就是跟你 又谈又砌 是吗 麦卡锡就说 众议院共和党人 在未来几个星期 对于一项法案进行投票 这个法案 将 债务上限 推迟到2024年 并且通过 限制联邦支出 收回未使用的 COVID的救济金 你知有些人暖差地报 但是又得到救济 以及恢复福利计划的工作 要求 拜登政府 你不 跟我谈这些 我就不让你过 他说得很大 我们现在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纳税人 可以省几万亿美金 哇 好厉害 他这样 所以为什么 他处于上风 因为他拿到的高地很高 我说了纳税人 其实也是说出很多民众的心声 不是开玩笑的 那也是 但是民主党就迅速拒绝 这个 麦卡锡的要求 这样 白公就说麦卡锡 你现在在从事危险的经济要挟 是 并且列出一份 叫做 模糊 的清单 这样将会是增加 勤力家庭的成本 我好像觉得你倒转了 因为你将债务上限提升 不用还 你提升债务上限 但是你也要还 你不要说是减低债务还的款额 其实这种僵局 也带来了真正的风险 美国财政部今年 亦开始采取非常措施 是履行他们的义务 即是所谓的X日 这些措施耗尽 而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违约风险 最早可能什么时候违约 6月份 但我觉得最后谈得到 每一次他们都是这样 即是 差不多是 就快碰到前面 有幅墙 他又可以踩一步 可以踩一步 麦卡锡 他指责白宫 自从2月份 他与拜登首次会面议 根本白宫没有任何消息 重义与意涨 在对交易员和当地共和党人 以及美国 政家会主席 等等的华尔家人士发表讲话时 拜登总统一直没有行动 并且误导观众 公众 毫无疑问 拜登总统 你要变得 地智一些 寻求协议的时间长一些 他的政府 其实 如果你再不搞就可能令到 这个民主党的政府 历史上首次违约 最后谈得一点 应该谈得一点 因为 以往也发生过很多次 没错 看上去挺刺激的 但你看到 整套东西都差不多这样走 麦卡锡 更加是说 你们想违约就不谈 白宫其实之前亦发了一份声明 措辞相当严厉 就指责麦卡锡 你当然在要挟 全美国 他又说了很大全美国的信念和信用 带回你转头 你又说到 为美国民众着想 我带回你转头 全美国 大家都斗得高地高 但是 实际之下 当然是麦卡锡是上风 因为其实他说的 每个政府都不希望多借债 因为他说的是一个 平常 我们认知的道理 对不对 除了卓维斯 卓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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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 就叫 Andrew Bates 背持正弯 债务上下问题 有一个负责任的解决方案 就是迅速解决 有一个负责任的解决方案就是迅速解决 不要搞政治 和要挟 迅速解决应该不行 很困难 但是拖拖一下拖到6月份之前肯定过得到的 我就相信 这种僵局 已经开始在美国 金融市场引起 一些害怕 购买美国政府 违约保险的成本 最近达到十几年来的最高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上星期也警告 不确定性现在加剧了 短期政府债券市场的风险和波动性 美国星期一 以5.1%的收益率 出售了570亿美元三个月 三个月期的国富券 这个也是自从2001年以来最高的收益率 对债券上限危机的担心也冲击了 在美国预计资金 耗尽之前到期的一些债券 麦卡锡说 我们看到 总统已经忽视了我们很多天 那究竟最后怎样 拜登政府 这个民主党人始终都要跟共和党人有个妥协 我觉得 你不妥协不行 是 是 好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 就说下这个知名的 经济评论 Martin Roth 他就说 其实东西方有两大经济强国 就是日本和德国 他们 有个结构性过度储蓄 日本是难以放弃 超宽松的政策 我们看看 这个直田和南已经接替了 黑田东燕两个的田 是担任日本央行行长 日本会放弃超宽松政策 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准确点来说 似乎就不会 这位新行长 是一位有着 一个相当好明星 而且受人尊重的学者 经济学家 他就强调日本当前的 货币政策的两大支柱 就是 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 仍然是适合的 他就坚持这些政策 亦是正确的 当然现在 两大经济体人为什么那么喜欢 存钱呢 因为 对于经济没有信心 是的 不过日本的民众喜欢存钱 这个已经出名了 其实我们亚洲人也是这样 但是德国也是 是的 想不到 德国人是很谨慎的 长期过度储蓄 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 因为大家不敢花钱 不过日本不是唯一的国家 其实德国也是 日本人就存回自己的货币 德国人就存欧罗 在整个经济来说 一旦政府和外国人 考虑进来 储蓄 就必须等于投资 问题是如何实现这种水平呢 至关重要的是 在哪种 经济活动水准 实现平衡呢 其实如果你太多储蓄 或者是过度储蓄 你这个社会上面 证明那些人消费相对没那么活弱 消费没那么活弱 实际上对整个经济影响更大 但是你想想 为什么他们过度储蓄 因为没有信心 对于前景 对不对 怎样都要留个钱在身 对 我们东亚人 尤其是东亚人 我反而觉得很正常 所以他说过度储蓄 你也要看看现在什么时势 为什么德国人是过度储蓄呢 因为看到我的战争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 升级的趋势 所以有个钱在身也好 难道好像之前的老潮 打仗时有比特币 第一次我听到 他真的这么说 打仗时当然是 黄剑 这些是大家有个共识 是作为贵价金属可以交换的 你问一下蛇头收不收比特币 因为他们的价值 信息万变 这件事可能真的有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 刚才你说的职业 也不是一个正常职业 即是那些 酒灰式地带 犯罪店最喜欢那些 不是主流的 因为他自己也 老实说他做的 都可以俗称地叫财仔 说真的 之前那家 现在应该是没有做的 他可能觉得这些够过瘾吧 反正我就觉得 是的 你过度储蓄 不舍得花钱 对国家经济会 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但是 你也要想一下为什么大家 是不敢花钱 这样才是 一个需要 政府反思 你只是说他 你们不可以 只顾着存钱 多些花钱 那你想一下为什么大家不敢 不敢花钱只是存钱 是吧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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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